Leyo聊四季 天天留個心 大家好我是Leyo 今天要來看瑪麗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四湖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瑪麗人 瑪麗人的建築物呢 的木材消耗減免有這個15% 所以一開始可以省下一些木頭 在一些海陸混合圖的時候 可以早期蓋下自己的碼頭 然後趕快去出漁船 或者是出艦隊 都是蠻適合瑪麗人的 那瑪麗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深層金礦的挖掘能力 它不管是要挖金礦 還是攜帶黃金 還是要讓黃金挖得更久一點 都有這個15%的加成 所以瑪麗人其實是很適合打後期的一個文明 那瑪麗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彪悍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輕騎兵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 駱駝 都有這個加四弓的傷害 非常多 那後期的駱駝 跟輕騎兵 都可以打到14攻的關係 所以後期的瑪麗人 不管是出什麼的 馬舊單位 傷害都是非常高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人 那日本人呢 最大的特色呢 是出漁船的時候 捕魚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他也很適合打海陸混合圖 但是他的戰艦部分 並沒有特別強 就是普普通空 沒有特殊能力的 所以在打海戰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避免被對方 如果是敗戰庭之類的文明 打一個攻速加成 很容易就被打輸了 那日本人的後期呢 主要還是打步兵系 步兵的日本武士 劍兵勇士跟吉兵 還有自己的強奴 也是蠻適合的日本人 他的馬的單位是比較弱一點的 沒有三級馬鎧 但是有品種 所以稱暴時代 也可以考慮打騎士 日本人的後期呢 還有這個大型箭塔 增加箭塔的箭矢數量 也是挺實用的 那日本人的玩法 還是比較偏下於 弓兵加步兵 那其他的打法算是 有點堪用 個人不太推薦 好 接下來我們來回到地圖 那地圖的部分呢 日本人是金礦在後面 果子在下方 上方的話沒有東西 算是還不錯 那石頭都在這兩塊 那就要小心一點 不能被空到石頭 只要被插住箭塔的話 沒有石頭可能會有點難受 因為你很難用自己的 其他資源去碼石頭 然後去插進塔 跟對方對查 所以這個石頭可能 丹尼爾 這邊要小心一點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開局配置 六個人吃肉 然後五個人挖伐木 好 這裡一隻刺頭抓到蓋碼頭的村民 又這隻村民可能要死了 剩七滴血四滴 又直接放棄 好 瑪莉這邊直接損失一村 有點 有點慘 好 呃 丹尼爾這邊就很 有防備心喔 直接下兩個木牆 然後趕快下了一個碼頭 好 這樣就可以很安全了 那這邊就可以趕快喔 去撒這個 海冰魚群 就可以把這個村民 撈到魚喔 放到這個碼頭裡面 瞬間放漏 所以在下碼頭的部分喔 要特別注意下的位置喔 盡量下在這個 小魚的旁邊 好 那你在打遊牧的時候也是喔 盡量 不要讓這個村民喔 沒事做 好 漁船這邊開始捕魚 工作效率非常好 來看這邊工作效率 哇 直接飆到了 七十八十 應該到八九十 就是極限了吧 好 我工作效率超好 八十八 工作效率達到八十八% 那我們看右下角也是喔 你看日本這邊的工作效率喔 來到監禁快到九十%喔 非常高效喔 好 九十%了 抵達了 九一九二 九三 九四 哇 第一次看到這麼高 這麼強大的工作效率 好 那來看瑪麗這邊喔 瑪麗這邊工作效率就會稍微低了一點 好 這邊稍微切換一下 好 這邊更近喔 因為它這邊是鮭魚群是不用來回的關係 基本上肉可以直接放進去 所以工作效率也很好 但是這邊是有一段距離喔 所以瑪麗現在是大於日本這邊的 好 那麼回到城市中心這裡喔 那目前看起來喔 日本這邊的地圖喔 稍微爛了一點喔 因為它的墓區只有這一片 加上左邊這一片喔 兩片墓區喔 很容易被控墓 那正面的墓區喔 都離自己有點遠 而且是靠敵人的地方喔 所以這個中間如果地區拿不下來 會有斷墓的可能性 而且村民喔 搭回伐木工也有可能會 在戰火之中被波及到 所以這個地圖喔 老實說只有二三十份喔 太差了喔 但是好處是 現在小微的話 可能會有點好耶喔 但也說好微 好微到不哪裡去了喔 還是會有點被控制的感覺 好 那來看一下瑪麗的這邊 瑪麗的這邊 瑪麗這邊金礦在前方 果子在右邊 但是墓區總共有三片喔 其實跟瑪麗差不多 但是它的墓區在後方這裡 前方這裡的墓區喔 也比較近一點喔 沒有像日本離這麼遠的感覺 那看起來兩邊地圖都蠻差的 但瑪麗這邊稍微好一點點喔 因為它的木頭 是比日本多一片墓區的喔 還有選擇性的喔 好那這邊四五湖的重點喔 就是要趕快去把這四個角落的湖喔 下自己的碼頭 然後去阻止對方捕魚喔 然後讓自己捕魚可以更多一點 好又這邊直接下了一個碼頭 在下方的位置 準備要來出封建時代的火戰船喔 去燒對方 那蓋好的村民喔 就直接在旁邊撈魚 也可以補一些經濟 那丹尼爾這邊是沒有拉村民到對方的海域喔 去下碼頭的喔 反而是到了左三角這邊 下了一個新的碼頭 想要來專心來捕魚 那自家這邊是下了兩個火戰船喔 他已經有所防備了喔 算是防備意識非常的好 那在右上角這邊又下了一個碼頭 好結果這邊村民直接被抓包 直接開打後面吃頭趕快來救一下 哇應該是要被打死了 摘一刀 哇這裡可能要再拿一村 兩邊都是1比1戰機喔 好 齒頭對打 剩下一滴血 應該很快就可以收掉 再轉一次彎 哇貼得很近喔 槍兵過來 一刀 收掉 OK 好 那目前看到 右這邊 裡面在屯英先火戰船 那有可能喔 他會直接無視喔 或是直接把這個戰船放到這裡 然後用村民去修理自己的火戰船 打出優勢來喔 就要來看又要怎麼打 唉呦 又這邊還下了一個自爆法 但是日本人這邊已經有把兩艘火戰船喔 去稍微分開了喔 這樣炸船的話只能炸到一艘 好直接拉刺頭過來 村民互打 哎呀 村民沒有來打 被關起來了喔 好這邊沒辦法村民互打 稍微走掉一下喔 不能讓這個刺頭死 好這邊戰舰越來越多 但是丹尼爾不知道這裡面到底有多少的戰舰喔 所以他這邊會猶豫喔 到底要不要按那麼多艘戰舰喔 目前是補到四艘 好 但不確定裡面到底有沒有東西 但是好消息是日本這邊喔 普魚現在開始慢慢有優勢了 右邊有開始補下新的碼頭 上方這裡是喔 肉量獲取量非常穩定 好這邊炸船炸個一波 三艘戰舰閃血 下方戰舰已經到了極限 可能要拉走 這邊趕快先做撤退比較好 好丹尼爾這邊操控有點忙 哇被燒掉了一艘 哇這個海域突然打輸 丹尼爾這邊沒辦法轉出更多的船艦 這邊稍微秀一下漁船 拖延一下時間 但有點修不太回來 火戰船稍微輸太快 OK燒乾 火戰船這邊 這個殘血的沒有拉走 哇 越打越糟糕 丹尼爾這邊 自己家的魚尺已經陷入了烈士了 好這邊反擊一下 收掉嗎 OK 這一艘也有機會 哇這一波打得還不錯 又有點小小的失誤 但沒有辦法 現在太忙了 現在上方這邊也要準備開打 而且還出了兩隻小工 想要去抓對方的村民 基本上我家裡都是沒有什麼在尾 就是小尾小尾 日本人 丹尼爾這邊是沒有選擇出入地單位的 沒有出小工 但是自己現在捕魚效率非常好 肉量應該是優於瑪麗這邊的 這邊用村民去打工兵 好戰艦部分 後面有一隻村民會修理 稍微小心一下 看可不可以燒掉村民 如果能燒掉就很賺 好 左邊這艘戰艦 斜量能夠住嗎 哎呦被修回來了 丹尼爾這邊又慘招 損失了一招戰艦 好工兵開始集結在日本人 家裡外方 外面這個地方 上面還在出戰艦互相打鬥 兩邊都沒有斷戰艦 三艘漁船還在繼續捕魚 丹尼爾這邊還好 還有三艘漁船 可以繼續工作 海戰打得其實有點激烈 炸船炸了一波 看怎麼炸村民 哇 差點就可以抓到村民 還好又這邊村民往上走了 所以第一時間才沒有被炸到 好 結果這邊修理一下 哎呦這個炸有點虧啊 炸了一艘殘血的 剛剛應該用兩艘活戰艦 就可以收得掉 結果這一炸有點虧 好 中間開始要考慮 要不要補一下 射箭場 稍微出一下射箭場 或者是赤喉 那我覺得日本這邊 可以考慮下個馬舟 出個騎士 稍微解一下 工兵的部分 這工兵數量有點多 好 村民又再次被抓到 沒有辦法打贏 差了一拳 哇 3D 好 上方戰艦兩邊都在互打 這裡有村民可以來修 好 那上方的漁船就會有點難打了 能修的話 對右的優勢非常大 結果自家下方的漁船 這邊可能也打不太贏了 所以後面有修村民過來修理 OK 又拉了一些村民過來修 好 這邊打出優勢了 OK 那可能又要稍微放棄下方這邊了 但是上方應該可以打得贏了 戰艦數量應該可以越來越多 右邊漁船 這裡沒有下碼頭還可以 後面這邊出了七艘 那四湖這張地圖 漁船大概都是出六到七八艘 六到八艘 八艘 八艘左右 就會可以 補得蠻多魚了 因為你其實投資太多的漁船 把裡面的魚吃乾 最終還是要撒魚網 那不如多方投資 或者是去打對方的漁船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這邊升級到了奴炮戰艦 火戰船變身成功 但是這邊下方戰艦數量不夠 家裡開始被騷擾 補下了一棟城鎮中心 這裡是下馬舅嗎 先下修道院 城鎮中心應該可以蓋好 哇村民又在死了一隻 丹尼的村民數下降的有點快 34隻打36吋 下方的碼頭也蓋好了 好火戰船 繼續擋 戰艦要變身囉 OK 兩邊都變身 這裡沒有先集火一隻 自己先被燒掉了一台 OK下方的海域終於打壓回來了 待會就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右邊 跟左邊的海域上 左邊的海域可能會拿不下來 這個湖 好出了一台奴炮 哇現在木頭 待會可能會被控喔 這塊木區有點難受 還好下方還有一錯 好這邊火戰船開始堆疊塑料 公民過來可以補一些傷態 雖然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好看一下這邊三台能打贏四艘嗎 我覺得也偏困難 好戰艦出來第一時間殺了的是奴炮戰艦 奴炮戰艦瞬間被秒掉了 好左邊果然魚池沒有拿下 右邊這裡也會有點危險 丹尼爾這邊出現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右這邊操作的確實很漂亮 火戰船四艘 配上一艘爆破船 那這個爆破船會有點狠喔 待會可以直接炸魚船 炸對方戰艦都很好 而且這邊還可以再繼續修殘血的戰艦 我覺得右這邊操作確實很漂亮 哎呀這個一炸 炸一下後方 要不要回頭一炸 水啦 換掉對方的自爆船 結果還炸到丹尼爾這邊兩艘輔戰船 好賺喔 然後修好的戰艦又再回去前線戰鬥 丹尼爾可能要來損失上方 這一個魚池了 哇那右這邊可以拿到三邊魚池 還不錯喔 那升到了城堡時代 3TC可以開農起來了 那現在丹尼爾會遇到肉量不夠的問題喔 可能要開始撒農田喔 不然會斷肉喔 那有補下一級農 但二級伐木還沒有補 現在太缺肉了 那右這邊則是先補下了二級伐木 現在魚池獲勝的地方比較多喔 可以開始出魚船了 就可以不用先點音級農 也不用先撒田喔 先大會可以補下這個刺網技術 增加捕魚的效率喔 對於右這邊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那日本這邊一定要被迫點下一級農 二級農的話就看情況喔 能點可不點喔 好這邊看到工兵過來反應非常迅速喔 那我覺得哨站喔 是蓋的蠻好的 這個哨站 讓他有這個預警時間喔 哇 又這邊直接把家裡直接圍死喔 圍得很棒喔 如果這邊也可以像這樣走圍過來就好 但也沒關係 稍微圍一下也行 好這裡想要蓋哨站 湊邊會不會找走嗎 直接被射死 好 那又在高地下蓋了一棟城堡 好想要來開始扣木區 還有這個高地 好 蓋下了一台工程器製造所 好 稍微加速一下下 兩邊進入開農旗 那希望 丹尼會記得要點二級木喔 喔 他記得 沒錯 哈哈 好 漁船繼續出 又這邊一片田都沒有灑 只靠漁船喔 經濟就很好 其他的村民就可以拿去 好 全部挖木頭黃金石頭 好 都可以 好 補下一個輪軸技術 3TC開農 好 這邊戰艦稍微防擊一下 哎呀 這個投車被換掉了 好 那馬力這邊打的是飛刀女獵手 那飛刀女獵手要特別小心工程系單位 還有這個工兵喔 是比較難處理的 那他打騎士喔 好 跟步兵單位 傷害其實都還不錯的 而且他跑的速度也蠻快 雖然還是會被騎士追上 哎呀 這兩隻僧侶可能跑不掉 直接撞到 死去 好 又這邊開始要來灑農田 點下了一級農 好 補下了刺網技術 好 這邊撞TC 好 這邊撞TC 好 很怕箭矢的 這個飛刀女獵手 原來他是雙防士林喔 工兵最喜歡的單位喔 就是這種防禦士林的單位 好 那丹尼爾這邊就可以考慮喔 要不要出工兵來打 但是如果出工兵的話 又很害怕馬力這邊的 這個騎兵單位喔 還有他的步兵 因為馬力人呢 每三個時代喔 步兵單位的遠防喔 都會增加一點喔 我記得到了後期 遠防可以變成8喔 8點的這個 劍兵勇士 遠防8 喔 很坦 強奴射一下只有2滴 好 那這邊看到日本人 選擇 繼續出奴炮 頭車也是有稍微再出 下方戰艦沒有再出了 稍微手下邊界 但是現在捕魚效率很好 現在右的經濟大於日本這邊 點下了手推車 大會可能要來上到地龍時代了 自家農田也是開始在灑 灑的蠻多了喔 三片地區都有 好 頭石車過來看一下 哎呀 差一點雜到兩台殘血 出了一隻日本武士 兩隻 三隻 一個戶頭 但是城堡直接射掉頭石車 這台奴炮可能也要被打掉 好 撫下了地龍時代 蠻早的 三四分鐘 日本人這邊怎麼會有121吋 村民術相當多 又這邊稍微落後了一些 大約落後25吋左右 好 這邊開始補下了非常多的漁網 好 那只有一片海 虎的話其實還算是能農的 出漁船然後灑這個漁網 畢竟安全的農田地方喔 不多 好 這邊開始用自己的工程器去擋 還有修道院的僧侶 但是感覺擋不太住啊 奴炮跟頭車都被 飛到女律手給換掉了 好 又這邊補下了品種跟一級工 斷招技術 日本這邊要來開始打箭塔了 這個射箭口開始研發中 那現在六龍塔是射一發箭矢 研發完之後會變成兩發 總共三發啦 N加2三發箭矢 所以日本的箭塔也是挺猛的 那以前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日本會有這種奇怪的技術 那我個人的理解是 它可能是戰國時代吧 這個日本很多軍閥 軍閥嗎 軍閣 那個字我為念 就是很多戰國時代大名 每個大名就是一個大型箭塔的概念 有人是這樣解讀的 現在想想好像也是蠻有道理的 到處都有這種小型城堡在的感覺 好 這邊稍微互打 哇 飛刀女獵手 吃到這個大型箭塔 防御箭塔塞好痛 損失掉了所有的飛刀女獵手 好 大型箭塔想要繼續往前升推 現在防御箭塔還沒有升好 那這個箭塔可以扛住蠻多地區的 那現在丹尼爾就是我們開頭說的 需要到前方去伐木了 因為後方的木頭已經快要挖乾了 所以一定勢必要到前方 所以它前面 一定要建立起安全的伐木區 才可以好好的繼續活下去 不然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那瑪莉這邊則是轉出了重裝騎士 後面騎兵開始再出 七個馬舟 好 丹尼爾這邊則是補下了 這個叫做印刷技術 還有騎士思想 神權政治 這些都是生旅相關的科技 分別是增加生旅的遭享射程 還有生旅的CD時間縮短 還有一群生旅 遭享同一隻單位時 只需要一隻生旅休息的效果 好 這些科技都是對生旅戰相當重要的科技 好 那這邊補下大型劍塔升級 還需要一點時間 日本這邊可以考慮出巨型頭磁機 點下金罐 就可以 增加巨型頭磁機的攻擊速度 去針對對方的巨型頭磁機做個互打 會有一些優勢在 右邊想要再繼續蓋城堡 好 控丹尼爾這邊的墓區 大型劍塔升級好 血量變成2250滴 攻擊力8加3 還沒有點下 大學的劍塔傷害升級 不然還會再加個4攻吧 記得最後攻擊是8加7 15攻 不能再多了 好這邊收穿 趕快 來得及了 前方村民 射在 不是在射 森旅 順利到了安全地方 日本這裡補下了騎兵 開始在防對方的騎士 看到有輕騎兵在 就知道對方打次騎兵路線 而且 不要換精神已經點下了 輕騎兵攻擊現在是14點傷害 打老頭只要兩刀就可以搞定 這裡有很多疾病的關係 所以選擇拉走 更多的輕騎兵到下方來拆行 拆巨型頭磁機 完蛋了 輕騎兵傷害很高 巨頭三台應該很難跑得掉 全拆 600斤就這樣沒了 瑪莉這邊在轉裝甲步兵 靈甲技術 開始補下 還有供給 化學 這邊要來轉步兵戰了嗎 步兵戰來說 日本不會太輸 好 這個城中心有點難蓋 你看像大部分的村民已經跑到了前方 大量伐木 太難受了這張地圖 哇 這個 攔截的不錯 一大堆的大型箭塔 配上城堡射爆了這一坨的重裝騎士 瑪莉這一坨有點虧 但還行 現在黃金庫存還有 1400多 而且現在瑪莉有三片虎的關係 所以可以考慮產出更多肉 然後用少量的黃金 產出更多的劍兵勇士 去做一個抵抗 但是瑪莉的步兵稍微弱了一點 因為他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劍兵勇士互打 應該會是瑪莉這邊會輸 日本這邊步兵是互打有優勢 好 這裡補下更多均勻跟修造院 前線的村民沒有辦法好好的採集資源 現在是丹尼爾比較頭痛的地方 可能要 欸 這邊居然大量村民也是被 撞光了 這裡一堆屍體 看起來還是右這邊 一直打多線 哇 真的啊 他多線打得非常精彩 好 這邊 這邊來看到雙手劍兵開始慢慢走出來 現在防禦是1加7 遠防8 沒錯 好 有點扛不太住 疾兵被擺打 呃 日本這邊打勝率戰 打到後面有點缺金了 只剩下一個金礦弓 因為他這邊一直被控金的關係 然後金礦也被燒了 所以我們有辦法好好採出更多的黃金 右邊這塊地區被擦兩棟城堡有點傷 讓他右邊的這塊金也沒有辦法獲得 甚至左邊這塊金跟下面這塊金可以安全的挖 左邊這塊是不太可能 所以丹尼爾目前被壓制住非常慘 但是目前靠著大型劍塔跟城堡的傷害 稍微擋住了前壓的傷害 但我覺得再繼續打下去 可能還是馬力 又這邊會有優勢 看要不要趕快 前插這個大型劍塔 繼續升差一點 但升差又遇到巨型投石機的拆除 而且現在石頭也不夠多 斷石頭了 現在日本只能靠著自己的步兵 反打回去 要轉強弩出來有點太困難了 只能靠一些買賣 這裡賣了一堆木頭 換了一些黃金過來 唉唷 居然還點下了異端斜說 馬力這邊也太有錢了吧 大型劍塔 擋這個飛刀的獵手相當好用 巨型投石機慢慢拆除外側的大師劍塔 劍兵勇士升級當中 直接要來手撕城鎮中心 哇 好能扛箭矢啊 好 直接撤催 不能打了 好難受啊 好 這邊有更多親戚兵過來抓生女 生女被打掉了 大概四到五 七八九十 哇 生女只剩下一隻活著 丹尼爾應該崩了 這一把 又 打得非常漂亮 親戚兵抓的時間也是非常的OK 而且劍兵勇士沒有人擋得住 創兵只能一直往後撤 而且大會會有斷木的問題 斷木斷金都是非常慘的 而且這邊轉強弩也不太好打 可能直接轉火牆會更好 他說什麼 不給你 信給 徐 問號 突然對話了起來 不給你 信給 徐 二八零五 五十 什麼 什麼 觀眾們 可以解讀這一段摩斯密碼嗎 某點看不太懂英文的這個中文發音 因為我們台灣人 學的是這個標註音符號 噗噗噗噗這種 後面真的看不太懂 二八五零 好 那看到YOU 最後面是用大量的劍兵勇士 搭配工程器 還有輕騎兵 解掉了日本這邊的生旅戰 那疾兵的部分呢 對於劍兵勇士是完全沒有抵抗能力的 那日本這邊要轉出強弩也不太可能 黃金也不夠多 就算轉出強弩跟火槍 可能也擋不太住 因為後面的輕騎兵 肉量還是一直可以噴出來 也可以抓掉火槍兵 所以日本這邊基本上是沒得打了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瑪莉這邊拿下了許多的資源勝利 日本這邊是木頭小勝 基本上是全數的狀況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